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跟雇主有点像是家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家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就去提供照顾 你觉得要基本工资比照其他外劳 做的工时更长 更有弹性 而且公司领域不分 不知道什么叫上班 什么时候叫休假 然后在这种状况要求薪水 不要15840 我们就讲薪资 这样的要求过分吗 薪资我们当然是可以出去做检讨 那因为他现在的15840 是另外雇主还提供他十根柱 所以十根柱的这一部分 其实也广义的来说 也是薪资的一部分 你现在说15840 是因为你吃我的住我的 我觉得这讲法 真的是太牵强了一点 你想想看如果认真来算 如果认真来算 那他的薪水只15840而已吗 你把责任抛给印尼政府 然后透过印尼政府 他们希望把停止输出家务工来台 作为台印这个谈判的筹码 你们没有去回应到人家的要求 人家基本人权啊 基本的人权要求合不合理 你抛出一个 你要解冻越南劳工 当初为什么要冻结越南劳工 你可不可以再回想一下为什么 那是10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是因为越南劳工的 这个行踪不明的比例比较高 白话稳的讲 越南外劳逃跑率高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越南外劳当时为什么逃跑率高 其中有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仲介费比较高 所以他开始出来的时候 他会欠很多 那你们现在在开放越南外劳 这两个逃跑率高的问题解决了吗 仲介费高的问题解决了吗 仲介率高没有解决 逃跑率会继续高 70%在台湾社会里面变成黑工 只能取第三层 你现在这个台湾社会 有逃跑外劳 这个是封建时代的奴隶才会有的 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变成逃跑外劳这么多的国家 难道这不是一个人权 人权 基本人权有问题的国家吗